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见到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,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邦晚也发布新闻稿,报道提到,刘洁一向韩国瑜表示欢迎绿团来访,并指两岸同胞是一家人,我们欢迎和支持两岸城市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,携手发展,让台湾同胞有更多获得感。 刘洁一还向韩国瑜说,我们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,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,努力推动两岸应通尽通,两岸同胞团结起来坚持九二共识,坚决反对态度分裂,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,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。 根据报道,韩国瑜向刘洁一表示,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,希望持续加强与大陆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,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,切实增进民众福祉。 大陆中心,送和外电报道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字韩国瑜刘洁一国台办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。